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去跟进下本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 第一单消息 著名的撑警蓝丝艺人 曾经担任惠州市政协委员的陈小春 在微博上踩低美国来吹捧中国 获得了官媒环球时报的认可 以及赞养 第二单消息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今天提到 说本港的打针容量每日可以容纳5万人 但在昨天只有2万5千人登记打了第一针 他说特区政府将会进一步放宽打针年龄下限 去到30岁以下的人士 不知是否想借此催谷打针的人数 在说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有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到底 陈小春为何会获得官媒的力撑 昨天他转发了由人民日报所发出的一条贴文 那条贴文说两个辛丑年的对比 然后又引述了杨洁篪在中美会谈当中 当面训斥布林肯的一句话 就是你们没有资格在中国面前说 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谈话 那张图片上半部分写着1901新丑年 那张图片是新丑条约的签订现场 下半部分是2021新丑年 那张图片是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其实这一条贴文在大陆就非常火红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小粉红就说 中国已经不再是旧时候的中国了 但世界仍然是旧时候的世界 借着两个辛丑年的对比 来吹捧说中国现在真真正正是强大起来了 不再受列强的霸凌 好了,陈小春转发这条贴文的时候 就加了一句自己的评语 他就说 鬼佬你还以为是120年前? 接着那个hashtag 即是标签 就是写着红喜 红就是英雄的红 喜就是喜来的喜 后来又加了五个中国国旗的徒使在这里 他转发这条贴文 就吸引了很多大陆网民的欢迎 又疯狂地吹捧他、赞赏他 环球时报又加入了一份 总之整班人就冲了血了 好了,实情来说 这个辛丑条约和中美会谈之间有没有可比性呢? 我认为其实这些比较是很多余的 一来你和一个120年前的情景来比较 你本身有进步是应份的 如果你过了两个甲子 过了一个世纪又多 你仍然是清朝的时候这样的模样 你自己都应该反省一下 你管治成什么 你有进步是应份 其实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会是有一定程度上的进步 只是视乎进步的程度是多还是少的 第二就是 你找清朝尤其是晚清职约 受到列强霸凌的情景来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要比就应该和自己比 怎么比呢? 比如说 在2020年1月的时候 中国副总理刘鹤就去到美国白宫 与特朗普总统签订了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 你要比就应该拿刘鹤当时的表现 以及现在杨洁篪这个 战狼上身的表现比较 再不是的就是 你找逢洋汇去比较都可以 为什么当时杨洁篪面对着 蓬佩奥的时候 他没有发烂 他没有当面训施蓬佩奥16分钟 为什么现在他会当面训斥布林肯16分钟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是中国看准了拜登的软弱 但是 你要比较 你要和自己比才是客观的 你去找清朝比清朝关你什么事 是不是? 清朝事实上不关他事 因为去年特朗普总统说要追讨的不知道什么 清朝国债的时候大陆都说不关他事 哈哈哈 那么现在 你突然之间又拿清朝跟你比 也不知道有什么可比性 还有就是 拿新丑条约和中美会谈来比较 就真的有点比义不伦 为什么呢? 因为新丑条约当中 其实就有一个条款叫庚子赔款 好了 庚子赔款 其实赔到差不多 没有多少年 去到1908年 美国就已经开始 归还了一部分的 赔款给中国 就是当时的清朝 清朝都没灭亡 当时 美国就要求清朝答应一件事 才肯归还这笔钱给他 那个条件就是 清朝在头四年 每年派遣100名留学生去美国就读 第五年以后 每年50人 无非就是想开化和教育 这帮清朝人 当然 这笔钱后来 有些用了去轻办教学 比如说 当时在北京 设立了游美学务处 专门 挑选一些有资质的学生 去美国留学 另外又设立了一个叫做 游美试业馆 这个游美试业馆 就是训练那些有资质的学生 在中国那里读书 接受一些基础教育 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水平之后 才去美国 这个所谓 游美试业馆 后来就改了名叫做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后来就是 这个清华大学 去到1924年的时候 美国又再一次归还庚子赔款 那笔钱大部分都是用在中国的教育事业上 所以 找两个新丑年来比较 去说明中国 强大起来 然后借这东西来 去踩低美国 我觉得很无谓 因为美国在这个庚子赔款当中 其实他归还的数量 其实相当多 有些国家就没有还 所以 有什么好说呢 这些已经是成为了历史的东西 还有 只是说到 当时那些西方列强 如何霸凌中国 霸凌清朝 我也同意这是霸凌的行为 问题就是要讲历史 就要讲出全部的真相 就算说香港旧底的教科书 其实都说得不清不楚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八国联军呢 你一定有前因后果的嘛 前因就是 异和团事件 搞出了很多的教案 去屠杀那些的 天主教徒 屠杀那些外国的传教士 事实上是发生过这些事情 正正就是出现了这些教案 导致当时的国际关系激化起来 从而发展到八国联军的情况 当然 谁是谁非 或者是怎样来去演绎这些历史片段 就是观点与角度的问题 但是 你在做演绎或者是做评价的时候 你也要必须要将整个的历史片段 是还原来的真相出来才行 你不是只是说他霸凌你 他为什么会霸凌你呢 他在霸凌你之前 那你又做了些什么呢 当然 你大可以去批判这个西方列强霸凌清朝 我都觉得没问题的 但是与此同时 是不是都需要来反思一下 究竟当时清朝 是做错了些什么呢 这样你的思考角度才是够全面的 不过说这些是浪费的 因为陈小春之流 其实就是只把嘴里喊爱国 实际上都做不到知恒合一 你自己发这条帖文的时候 都用iPhone 11 Pro来发出 为什么你不用华为呢 是不是呀 就算你做戏都做全套 你起码买到一部华为的手机 当你要发贴文的时候 你就用那台手机来发 你不要用iPhone 是不是呀 那你爱国嘛 所以做人最重要 还是要知恒合一 和就不要不学无术 当陈小春问到 那些外国人是不是以为 还在120年前的时候 他都应该去同时问一下 为什么到今时今日为止 还有那么多中国的留学生前赴后继 去美国读书呢 都不是在120年前 是不是呀 接着我们就看看另一单的消息 公务员事务局长聂德权提到 昨天有25000人打了第一剂疫苗 但是香港每天可以为5万名市民来打針 即是没有用尽到现有的容量 而且他还说 会很快放宽给30岁以下的人士来打針 究竟是不是为了吹谷的人数 所以 就放宽得这么快呢 照计很多30岁以上的市民都没打 聂德权就说 打疫苗最大的有因 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 当局正积极地思考 放宽和便利的措施 例如就是放宽本地的社交距离措施 例如是去酒楼吃饭 诸如此类 实际来说 这些有因是完全不足 因为很多市民根本上是保持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他们就想看清楚 看看究竟其他人打針后有没有什么反应 又或者他们有什么副作用 诸如此类 如果纯粹放宽本地社交距离措施 就肯定有因不足 反而来说 如果说放宽旅游 那又不同说法 比如说如果香港 和某一些国家 谈定了 有旅游气泡真是落实 又或者 其他的国家 他们实施所谓的 疫苗护照的措施 承认某一些疫苗打了之后 在入境的国家 就不需要隔离 肯定会促进到 打針的情况 其实特区政府 自己都很应该去反省一下 为什么市民对于打疫苗 会有那么高的警觉性 和戒心 其实就是出于对特区政府的不信任 大家看看其他的国家 那些人对于打疫苗 当然 有些人仍然不信疫苗 但是普遍来说 其实都是供不应求的 一开放到某个年龄 组别的时候 那些人都会很踊跃地去打針 但是偏偏香港 是供过于求的 一天的容量 就是5万人 昨天只有2万5人去打 就是用了一半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 这件事就是和全世界都有分别的 为什么唯独是你这么厉害呢 就是因为那些人不信你 所以连你买回来的东西都不信 就是这么简单的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